中华職棒跟日本職棒 预计在3月5号和6号两天 分别举办两场的对抗赛 而这也成为了台湾巨炮陈金峰 最后一次参加国际赛的记录 因此中信兄弟的球星周思奇就开玩笑说 应该要学南安队在投手球上插国旗 让严肃的风哥也必须要比照办理 四大中职球星高国辉陈庸基等人排排站 出行2016中职日职对抗赛季者会 虽然日本队名单还没出来 但球星们光想到可以对决日职顶级球星 早已跃跃欲试 周思奇还放话要打爆对方 因为上次交流赛被打满场 所以这次希望把他们打爆好了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希望能够对决他们最好的投手 就是大国相批 比赛将在3月5号6号 在明谷屋跟大阪对抗日本队 中华职棒精锐进出 由洪一中担任总教练 27人名单里以Lamigo10人最多 中信兄弟7人居次 其中最受人瞩目的焦点是 拒炮陈金峰退休前 最后一次担任国际赛的台湾队长 周思奇异想天开 想了一个超夸张的纪念仪式 我们就学韩国队好了 因为他们把旗子插在投手球马 那我们把风哥插在投手板 不好吧 没有啦 就他可能他最后一场国际赛 可能会到时候再想一个不一样的 现在没想到 为了要让球迷能近距离建设高国辉等人的棒球魅力 中职特别与航空公司合作 首度推出主题班机限量180人 不但去日本时可以跟球员们在机舱里同乐 还可以进到名古屋球场 从牛棚一路逛到休息室 与球员超级近距离 正式的一个欢迎晚宴 也会有球星到晚宴的现场 来进行抽奖跟球迷同乐 专业的球迷是很厉害的 他什么东西都收集得到 旅行团五天四夜 最低价不含税一个人不到四万元 2月3号中午12点准时开卖 航空公司看准商机 不但满足台湾球迷的追星热 也要在一开春就能业绩长红 有点TV有长话台北报导